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乐的歌 暧昧的歌都有 所以很丰富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经验多很多东西 因为爸爸妈妈家人都在纽约 所以我一个人就来到台湾 你一个人在台湾? 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是不会讲中文 所以有很多困难的地方 所以这个专辑的名字也叫Unbroken 就一直微笑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经验过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 只要你继续下去 你是会 是 我觉得真的要给他一个掌声鼓励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从纽约而来 然后呢 在这个台湾 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可是呢 要在这边 要完成你的梦想 而且还是当歌手的嘛 你知道当歌手在台湾当中 其实很不容易 他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个纽约 你知道我们有好多人想去纽约 纽约是一个文化大融入 为什么要放弃在纽约的 我知道你从小在那边长大 然后呢 你爸爸妈妈又在纽约 对不对 然后你又在那边念书 你为什么要放弃在纽约的生活 来到台湾 然后一心一想要当歌手 因为我妈妈其实也是个歌手 嗯 然后我从小就一直跟她 然后看她每天排练啊 上舞台 不觉得很辛苦吗 就是因为很辛苦 但是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是 大家在那边 like 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 真的是值得的 值得 然后就那个感觉就是 like 你可以分享你的音乐给大家听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special 的东西 是 如果你可以的话 I just feel like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她 从她讲的就知道 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表演率的人 我就带她去吃热炒 嗯嗯 然后我们就在吃了一半的时候 就有一桌一直说 每一层呢 每一层 and I was like 不是 是是我要拍 and I'm like 啊啊 不是 然后我前几年也是 去公司的路上的时候 然后我坐 搭那个taxi 然后司机先生就一直跟我说 你是林依晨吗 如果你是林依晨 你可以告诉我 and I was like 我真的不是 他就一直说 你确定 确定不是 and I was like 我真的确定 like 我不是 对 他就一直说 你觉得他 陈柏林 你觉得陈柏林比较帅 还是宅宅比较帅 我觉得 能 跟林依晨 有这样的similarity 我觉得很荣幸 很开心 因为他也是一个我的roll model 对 然后我希望以后也可以像他一样 可以多多拍戏啊 或者做一个好的roll model 嗯 没错 因为林依晨他的戏幕真的非常好 你说有演警察的啦 然后有演这个 现在上班族那种很厉害的主管的啊 对不对 那我觉得